各位,我去北京,我不是為了學生運動 但我,在15號那天我開會,在劍國飯店 我的位置剛剛有一個窗口,當我看出去的時候 經常一隊一隊這樣的學生經過,喊著口號 我們在開會哪有心機呢? 終於過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學生言言不絕地在長岸街,向天安門的方向去 我跟我們開會的人說,對不起,我都沒有辦法開會 我說我心現在在天安門門 我說我沒有辦法不拋下所有的東西,請大家原諒我 那我叫他們,拜託 我自己馬上趕去,當時有很多人在 當時大概有10萬人左右 但在夜晚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你們可以想像,學生為何很辛苦呢? 你以為他們全都閉嘴,每個人在那裏睡覺 晚上睡覺就睡醒,日後就鬥爭 其實不是這樣的,處境不是這樣的 我整晚想睡覺都睡不到 我在女兒那裏頭留,從此那三天 晚上的時候,你會聽到政府的廣播 是溫馨提示的 但我一輩子,直到今時今日 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抗音器的功率大到這樣的 他一說出來,他人都震的 這個政府的關心人民,關心得真是無辜不辭 他重複不斷地播 大概,即間段大概兩分鐘左右,三分鐘左右 他又播一次,每次都是各位同學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有的領導 都很關心各位學生的健康 希望各位學生盡早離開廣場 回家睡覺 有溫馨提示 但隔三溫馨再來一次,那不是溫馨 當你播到天亮的時候,簡直是虐待 那你怎樣睡覺? 所以你看到天安門的學生 他日後每個都殘了 每個殘的原因 就是晚上今天就不能睡 唯有是怎樣? 唯有在唱歌,唯有在喊口號 唯有在喊口號 唯有在喊口號 由十五、十六、十七是高潮來的 十七個天,就在人民大會堂 就以免請戈爾伯喬夫當時蘇聯的總書記 他明細又很緊張 當晚大概有五十萬人 我亦都第一次見到這麼多人 除了香港那次大遊行之外 真的擠滿了整個天安門角場 但是軍警都不少 全部的軍隊都包圍了 尤其是天安門大會堂那邊 我想有十重人 十重軍隊 即是你衝過一重 都衝不過兩重 那當時呢 那些人呢 都神情兇勇的了 每個人都希望 政府出來說 每個人都希望 能夠把聲 能夠讓 戈爾巴奇夫 在人民大會堂裡面 能夠聽到 一切的回憶呢 真的不想回憶 但又不能忘記 現場呢 我先程的事情就不說了 我一講到當時的情形 人民大會堂那邊 就各個面向那邊了 即是想湧過那一頭 不過那一頭是十重軍隊 我亦都曾經 去到差不多第一、第二排 那已經好 但是呢 都很鼓滑的 有些鼓滑招 為什麼鼓滑招 他經常有衝突 那些衝突是很無辜的 突然間有人說 要打奸細 這個是奸細 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 那我又不是啊 我是日本記者 又是什麼 那後來呢 那些學生就圍著那個記者 要打個體驗 我哪有人要這樣說話呢 哪有人說那個是奸細 那我呢 我呢 我忘記了十六、十七 有一段時間 我就在那個地鐵碑 幾層 那我就坐在那裡喊 因為我通宵 這樣喊 突然間那些人呢 嘩 爹 爹 踩死人 有份的 那我跟那些發生什麼事呢 我都不知道在那裡 掉下來的 很多些傳單 那些傳單 那些傳單裡面 都是無聊的東西 大約三個 我認為我來的 那每個人搶來看 什麼 這個哪來的 我想都不 應該是流浪廁 是吧 在廣場幾十萬人 那個秩序非常之好 在柔住那個 紀念碑那裏附近呢 就有一個地方 圍著山椅去的 那裏就是傳食區 就是圍著傳食 及其他人才能進去 不是隨便進去的 那高智聯 以及其他學生的代曉 總房就在另一邊 這面人民大股堂 對面那邊就叫做歷史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那邊就拍滿了救護車 你看到很多床 睡了很多人生在那裡 內容中 你會看到有些人 讓路 讓路 抬著一個 暈暈跑到歷史博物館那邊 那邊就是救護車站 一百個 很長的 裡面有醫生有很多人 所以 我晚上 我這麼大清晨五點來中 我要回到酒店 我告訴你 這麼早 你打什麼車 要我走回去又有幾大劑 但是我告訴你 原來呢 在長安街 我簡直可以學美國一樣 可以怎樣 可以掩牆 就是這樣 那些車自動停給你 問你去哪裡 我說我去見過飯店 行 上車 即是當時的人 所有的人都昇華了 都為這些人感動了 所以我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 我為什麼要離開呢 我是沒有辦法不離開的 因為有些 如果我不回來香港的話 可能令到很多人都不方便 所以我沒有辦法為我離開 但是我的心呢 一直都關注著 那我在這裡少少分享 多謝各位 雖然是22年前的遭遇 但是都好像幾億猶新 恩先生 好了 時間去到 89年5月25日 那別讓我靠你 你想說 不要緊 我會想說 你